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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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Read with Library 的环节 我是图书馆的邓卓军老师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中文科的主任 蔡子培老师上来为大家分享一些书目 蔡sir 今天会分享什么书给同学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水户传传》 我个人来说可能比较旧 我想的东西来说我喜欢一些古典小说 我不喜欢现代小说 所以我想分享这本书 蔡sir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接触这本《水户传》 这本书小小个个人已经听过 正正正接触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我儿子读四年班的时候 因为要陪太子读书 所以一起看这本《水户传》 请问《水户传》带出了什么主题给我们的同学 其实这是个人的体会 我看完整本《水户传》之后 我的感觉整本就好像想说一件事 就是《官逼民返》这个思想 所有的英雄浩杰 基本上他们都不是愿意造反的 而是被当时的宋朝那些官吏 逼到他们造反的 嗯 你觉得《水户传》有什么吸引的地方 其实这本书最令我吸引的地方 第一就是那些英雄人物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很多虚构的东西 这本《水户传》来说 这本《水户传》来说 那些英雄人物 我发现就有很多似乎就是名门之后的 例如的又包括了关性 关性一出场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关羽就在眼前出现的 又是穿着一件绿色的袍 拿着把青红烟月刀 面又红烟月刀 十足十就好像我们三国时候的关羽一样 又或者还有就是清面秀阳志 清面秀阳志来说就是宋朝 杨家将的后人 杨令公的孙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好似呼延卓 呼延卓就是北宋的时候 初期呼延站的后人来的 哦 那我也知道了 《水户传》有很多人物 譬如好像武宠打好的武宠 又或者是里面的主角宋刚 那你对这些人物有些什么评价呢 其实我的评价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看的时候 其实法国去看他们的时候 每一个人物都很好的 例如花和尚啊 武宠啊 林聪啊 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上了梁山博初期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 其实根本就是一班烏合之中 完全都 一打成仗又不是那么好 直到后期的时候 他们有了一些出色的头领之后 带领他们才开始建功立业 嗯 那最后了 都想问一下蔡sir 对水户传有什么最深刻的地方呢 嗯 其实有几个地方啊 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觉得有一幕呢 其实很凄美的 那就是浪子燕青 就和这个当时的名记李思思 因为当时的名记李思思来说呢 就被北宋的皇帝看中了 但是其实呢 她是忠诚于浪子燕青的 但是最后浪子燕青 就不能和她一起了 那就是 于是乎呢 就结拜成为呢 就是兄妹这样的 那样的 于是乎 那就是他们那段感情 又好像去不了 但是后来呢 燕青来说呢 就归隐了 那就是传说之中呢 李思思呢 就跟着她呢 一起浪跡天涯 这样的 这一幕是其中一幕 那另外一幕呢 也都看完之后呢 又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令我很不开心的 可以这么说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我看这本 《水湖传》的英雄人物来说 个个都很威武的嘛 但是最后给我的感觉 是没有过很下场的 看完之后呢 令我有点伤感的 例如宋江来说 帮那么多事 结果就被皇帝赤走 跟着高球就落毒 毒死了她 但是毒死她的时候呢 又要拔起了 黑旋锋李葵一起 黑旋锋李葵呢 因为宋江担心 他死了之后呢 黑旋锋李葵 就会造反 敗坏他们梁山博之前建立的明星 于是乎呢 就强硬给了毒酒喝 就毒死了他 一起死的 甚至乎 还有很出名的 例如林冲 林冲八十万禁军打咬头 哇 厉害了 谁知道最后来说 就是中风 跟着然后死了 而武冲 武冲大虎 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会懂的 但是武冲的收场就是说 最后来说 就变成了伤残人士 被人斩了手 这些都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的 甚至乎结局来说 梁山博的英雄人物来说 基本上死得七七八八了 都不得好死了 但最后的时候 就好像 至多声吾勇 和小李港花荣 这些来说 最后也都很相感的 去拜祭 宋光的时候 一时感触起来 当年 大家一起去建功立业 出生入死 最后一相感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在树上吊颈 跟着宋光而死 这些都看完之后 令我感觉到 跟我的想象中来说 英雄合适有好的收场 就完全不同 是两种东西来的 嗯 那今天也很多谢蔡sir 一个这么精彩的解说 如果同学仔 都想看下这本 这么经典的文学作品 都可以上到图书馆借书 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跟大家说声 拜拜 拜拜 拜拜